你知道为什么托洛伊的稳定性那么好吗 这就从发明时说起 在1850年 法国物理学家莱昂福克 在研究地球自转时 意外发现了高速转动中的转子 因其具备惯性 它的旋转轴永远指向固定方向 所以福克就将希腊语中的旋转和看两字 合为一体变成了group tensor 用来表示这种仪表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托洛伊在旋转后 放在面线上 依旧能够平稳地立在那里 并且将旋转托洛罗放到后 再用绳子挂起来 不仅没有吹直向下 反而出现奇特的反重力现象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和角动量有关 仔细观察的小伙伴们能够发现 托洛伊在旋转时 仅仅只有下方的尖端部分着地 如此一来摩擦力产生了力举较小 并且垂直于接触面 由于角动量守红定律 托洛伊最终不会发出前打 事实上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例如一根20公斤的高龄 将它举起时 哪怕是肌肉呢 也十分的费劲 可要是把高龄进行加速后 它就会像实习重量一样 即使是一个手也能够轻松举起 同样将旋转的警车车轮 悬化在半空后 本该平行于地面的轮胎 也实现了垂直转斗 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